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俯瞰北屯区的风景 然后我觉得爬山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会觉得很艰辛 但是上来之后呢 真的是会让你立刻感觉到甜美的果实 哈喽大家好我是艾雅 今天这一集要带大家在台中北屯区 洲际棒球场附近好好个玩透透 在我身后呢就是台中的洲际棒球场 在2023年的时候呢才刚刚主办完 WBC世界棒球精简战 所以我现在是来朝圣的 在朝圣之前呢总要介绍一个 洲际棒球场的地头蛇出现 来跟我好好的聊聊吧 那我们欢迎地头蛇小班 嗨 哈喽 来跟我一起来炸裂陈子豪 一集炸裂陈子豪 炸裂陈子豪 一号中号陈子豪 欢迎来到洲际球场 你看我用炸裂欢迎你 炸裂这个好红喔 世界名曲 小白你好 你是可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大家好 我是那个中信兄弟应援团的团长小白 那因为洲际棒球场呢 是我们中信兄弟的主场 也是这个2023年的WBC世界棒球 今年赛的这个主场 那刚好我有在这边应援 所以这块应该我算蛮熟的啦 就是地头蛇啦 你就客气了嘛 对不对 地头蛇 那今天就要请小白 好好的带我们走透透一下 OK 走 走吧 炸裂 要炸裂吗 炸裂 要这样移动吗 这就是应援舞台区 就是我平常上班的地方 来来来 把香区来了来了 来 请请请 好有感觉喔 天哪 而且这边视野蛮好的嘛 对 就是可以看得到所有球迷的反应 既然都站上应援舞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来教的是我们球队的人气王 江坤雨这位选手 江坤雨 对对对 他们跳的时候 他们是面对他们 对面对球迷 然后球迷也会跳 因为他们跟着我们一起跳 哦 了解 所以你会发现全场就是歌舞生平 大家一起加油 这样 好 准备 我准备好 5 6 7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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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雨 坤雨 蹦蹦二棒 蹦蹦蹦蹦 铁壁同墙 蹦蹦 坤雨 蹦蹦二棒 蹦蹦蹦 一棒过墙 OK 很好 漂亮 有感觉吗 有吗 有有有 没有人在看我耶 有有有 有有有 满场都在看你 有人在看我吗 嗨 好好地享受一下 这样子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有啊 我们欢迎这个艾雅加入我们 一日的Passion Seat行列 YA 好开心喔 YA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洲际球场最大间的VIP宝箱 VIP宝箱 是 我们准备开箱 Go 走 出发 YA 哇 哇塞 很凉对不对 这一片也太大了吧 好夸张喔 没错 平常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开箱吗 主要其实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些赞助商 那再加上老板们啊 或者是像这个中华职棒的这个会长 我们都会提供这样子的包厢 光从这边看视野 太赞了 我今天居然跟会长一样的有荣幸 我实在是哇塞 这一趟我觉得太值得了 重点是外面 我可以出去看是不是 走 我们一起去外面看一下 哇塞 天哪 来来来来 哎呀 今天要再好好地来欣赏一下 什么叫做 国际级的球场 热血到爆炸的一个地方啊 天哪 这我现在完全可以懂 为什么大家来看球的时候 会这么的热血沸腾 我现在光站在这 我就觉得 我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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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蛮重要一个点是 因为为了这一次的这个经典赛 那这个台中呢 也特别的夸了 高达两到三千万的部分 来整修这座球场 哦 差异最大的是这个排水系统 因为其实在球场最怕下雨 然后如果水排不掉的话 会很麻烦 像我们后来有遇到 好几次那种下大雨的 结果 那个水啊 大概二十分钟 就基本上完全排掉 那个球员就吓一跳 怎么球场那个草皮是干的 非常厉害 那个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那加上这座球场 其实视野非常好 我觉得它在台湾少数 偏向美式的球场 视角不会都太高啊 或是太冲突 让你观众觉得就很轻松 然后可以喝个啤酒啊 然后在那种平行视野当中 来看球 就是不管在哪一个角度 看起来都很像清零的感觉 其实我们中华脂肪 这几年明星赛 也都会办在我们球场 然后会有非常多的女孩啦 然后跟大家一同乐之外呢 其实我们旁边也有很多这个家庭席的部分啊 有沙发 然后可以吃东西 然后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看球 真的 因为爸爸可以看啦啦队 然后妈妈跟小孩说认真的在看球赛 还有没有没有 小孩也可以跟着跳舞 带他们来放电 对对对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常常来周运球场 我觉得很棒 超棒的 我一定会来好好玩哦 在我身后的这个是郡村文物馆 它呢其实以前是空军的宿舍改建的 是台中首座以郡村文化地方资产保存为主的地方馆设 好 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个人比较肤浅 因为听说里面有超多好吃好玩 而且还可以买伴手里 就是那种回味童年的味道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带你们进去看看 里面到底有多好吃 多好玩吧 走咯 哇 看到一个东西 干妈店 干妈店 最喜欢逛这个了 快快快快 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 就喜欢出我家楼下的那个干妈店 然后呢什么都不能买 因为妈妈不给买 今天我该被实现零食自由了 来来来 我来看一下 小时候 哦 这个就是我妈 小时候不让我吃的那个东西啦 一打开你有闻到那个味道吗 鱼的味道 还有回忆的味道 原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要再来一个别的 这很好吃 我要吃那个 有人吃到这是什么吧 跳跳糖 来哦 我要挖一大坨 煎煎煎煎煎煎煎 你看啊 那个漂亮的 配合肩上跳药就是这个感觉 哇 我要带着这个去逛街了 走 和跟着我走 嗯 看到这个 台湾的LV 那我要用这个来购物了 shopping 哦 这个经典的来了 明星花露水 以前就是长辈们的香水 再来去逛逛 这里你们知道这个吗 通鼻子或者是抹 或者是一根细细的棒子 这里面是一根粗的薄荷棒 一样是拿来抹 只是以前的很粗 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来到这个是干冰实验室 里面会有很多眷村 以前干冰实验室门口 会有一些小小的游戏什么的 我这边看到了是有弹珠台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来了 快打旋风啊 因为小时候是没有办法打电动的 所以我回家的路上 其实都会经过干冰实验室 然后就会看到别人在打电动 我心情就很差 没想到我今天来这里 一直实现一些自由 就是除了那个临时自由之外 我要实现在这里打到天婚地案 所以不要叫我走 我要开始了 是不是一直按就会赢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一两次 就是会赢的 我应该 我按这个还是这个比较好 好 我可以 为什么他突然这种暴露啊 你快贏了 快 再一下 可以嗎 厲害吧 但是他到底是誰 為什麼要穿這麼少 老闆 你好 小玲 你好 我剛剛在外面看到這邊 有一個像男士理髮廳一樣的地方 它跟外面這種男士理髮廳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不是為了要符合 這個眷村文物館做設計 有 我們的元素大部分是 八九年代空軍眷村 那時候的那種擺設為主 其實在這個空軍 或是以前眷村文化 比較老一輩的那個時期 他們對於這種 紳士 優雅 其實也是很有他們的講究 就像譬如說 像這種以前這種髮油 美髮霜 我都看過我爸那種 家裡就會有一個 老髮油的味道你知道嗎 對 一個特殊的味道 那我爸明明當時也沒多少頭髮 一定要輸一個旁分 油油亮亮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男人的優雅 其實是不分年代 那龍哥 你接下來這一位客人的下一步 是做什麼 他今天他是要做修容 修容 對 那是用刮刀嗎 那我們用剃刀 剃刀喔 對 那那個是很需要技術吧 不要技術 那他大概就是也會比較 影視感 也會比較 那我可以看你做一下嗎 可以啊 滿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先 準備刮壺泡對不對 對 對 這個是專門拿來刮 喔 藍式 對 藍式專用的那種刮壺泡這樣 可是刮壺泡不是都是 擠出來就有泡泡嗎 這個是要打的 沒有 即使是泡泡的話 其實他們家 他自己就會用了 他們希望來我們這邊 也是不同的感覺 而且這個有看過電影 當男人戀愛時的時候 應該都會很有感覺 因為這個偉命跟秋澤 就是這樣子一刮定情的 請問這位客人 你願意演一下秋澤嗎 願意 願意 他說好耶 你有考慮過秋澤的心情嗎 開玩笑的啦 那龍哥你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給我看 然後我想要體驗一下下 可以 我會很小心的 你放心 你要拿刀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以變成這樣子啦 小拇指它是勾這邊 我先 等一下 先借我這樣拿一下 這樣子 然後小拇指勾這樣 對 小拇指要繞過來 小拇指繞過來 勾這裡 我沒有馬上要刮 我先試一下手感 等一下你在刮的時候 等一下你要把皮膚稍微繃緊 我知道 我懂 對 繃緊這樣子 OK 好 那就是手 不要這樣子 就在這邊 也要刮到哪邊 也要扶到哪邊 範圍大一點 不要這樣子看著 對 拉長一點點 對對對 沒錯 你有天分 你看 阿星 你感覺怎麼樣 這樣 有鬆快嗎 喂 你不要笑 你很害怕 有天使用放在這邊 在這邊 欸 不錯吧 差不多老牌 那你可以準備擦臉了 不要怕喔 對 你度過那個危險期 所以這邊來的男生 是不是都是 通常有一點點愛水的 喔 真的 因為我爸也是愛美的 你看 那上面 有看到那個嗎 男士標準型 這個各種頭型耶 好酷喔 這比較符合那個 年代這樣 對 你臉看起來好乾淨喔 暈都開了耶 對啊 等一下那個櫃台那邊結帳 我的部分呢 是一萬五 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紅厚水 它這個像威士忌的味道 威士忌的味道 對 喔 就是你跟他這樣擁抱的時候 會從他的那個臉上 聞到這種香香味道 很MAN 感覺很像那種 五六零年代的那種 外國電影會有的 男人的味道 龍哥 我想問你這裡有吃的嗎 有 等一下你出門 左轉在左轉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圈村餐廳 它專門在做古早味的料理 好耶 我們現在要去嚐看看 開飯囉 先歡迎到我們的主廚 趙先生 趙主廚 你好 你好 我是艾雅 聽說這裡的菜都是比較像 就是一種融合的概念 其實我們菜社當中 除了倦味料理 就是我們自己懷念的 我們還會有一些 然後再融入一些地方的食材 好 那像我前面這一道菜 我知道 叫做松柏長青 涼拌白菜心 對… 它是一道北方菜 那因為松柏長青 它的口味就是 上面這個玉卷 它其實就是越南春菌 在吃的時候也是甘森 那我可以直接吃了嗎 可以啊 開一口 對… 首先我必須說 炸物如果你放在冷菜裡面 很容易有薅味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試的時候是它的油味 一點都沒有 你只吃得到它的外皮的酥脆 然後跟大甲芋頭的那個綿密 但是又有白菜的脆口 加在一起 好吃 這個我喜歡 好吃 再來呢 這個 山菜香鬆 我覺得跟外面的看起來不太一樣 我先吃吃看再說好了 好… 來… 那我邊吃的同時 也可以問問趙主廚就是 你也是為了 想念記憶中的味道 所以才想要做這個餐廳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捐錢第五代 第五代了 對 我們第五代 我其實不瞞您說我是第二代 我… 對 因為我爸媽年紀比較大 是… 就是想要透過這地方 來回憶 小時候我們放學回家 我媽媽還有我奶奶 給我們的一些菜 吃東西的時候想到 親手做菜給你的那一位長輩 也是一個思念的展現 對… 美食對於家的記憶 是最深的連結 好 我要試囉 OK 請用 嗯… 外面的蝦鬆很少加香菇 然後蝦仁的鮮味 就沒有被香菇搶掉 我覺得這還滿特別的 然後還有鬆子 喔 馬來大的鬆子 難怪 我想我吃到一個 很特別的香氣 假天的時候 大家喜歡吃這樣的料理 比較清爽 這我還想帶回台北 因為我婆婆很愛吃蝦鬆 好… 好吃 好… 我來不及很想把它吃完 但我們先吃 先來倒 對… 這道菜叫做四關掌東坡肉 我爸爸兒時的一個晚伴 那他是四關掌推移下來的 那他最常給我爸的一道料理 就是東坡肉 因為在921的時候 離開了我們 對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一道料理 來懷念它 你每一道都講得好感人喔 滷肉在我的記憶裡 它是一個很深的存在 然後基本上 我在外面吃到再好吃的 都還是不如媽媽的那一位 我來看看這個吃了 會不會像食神一樣落淚 對… 唉唷… 你看這個油啊 唉唷… 吃滷肉 如果很多人都跟我說 我不吃肥肉 不吃肥肉吃什麼滷肉 我真的很氣耶 滷肉就是要肥瘦相間 有肥有瘦 吃進嘴裡滑進去那個感覺 那才叫滷肉 OK 媽 我想你了 我吃到思念的味道 如果你把那個鹹香 我覺得對於可能 眷村子弟家都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醬油很重要 對 它把那個醬油的鹹香感 展現得非常明確 就是有一點點肥肉 有一點瘦肉 還有一點點軟骨脆口的感覺 一點都不膩 這拜託給我兩碗白飯 這就是要配飯 外面的工作人員們 已經古事單單的看著 我快要受不了了 每一個人都這樣 在那邊往裡面爬 這一鍋是 這是黑金菜脯 跟雞湯 就是老菜脯 對 我們這邊的菜脯 都是20年以上 對… 老菜脯湯也是 對眷村菜來講 就是雞湯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 好喝耶 然後我們都一定會放隔 你說它要有那種鮮味 海味 這我喜歡 這個老菜脯一點都不鮮 不會稀鹹 雞湯也沒有被壓下去 還是有那個濃醇的雞湯的鮮味 這個我給過給過 這一桌給過給過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 滷菜拼盤 也是我家年菜的時候 一定要有 然後我要先來吃滷菜 不是說誇張 滷菜真的是我的記憶 每一道都是我的記憶 喔 要哭出來了 認真 是真的有點想哭 我吃到媽媽滷菜的味道 你的滷汁裡面 也是有八角啊 什麼之類的等等的 會放一些 但是不會多 淡淡的香氣 然後這個滷菜呢 入味 但是不鹹 不膩 我真的吃到回憶的味道 我真的才很酷耶 這真的 媽媽的味道 我們準備要來爬山啦 我們準備要來爬山啦 我們現在人就在大坑步道 在準備開始爬山之前呢 會經過這個 龍夫市集 那早上的時候呢 你聽說人非常的多 那現在 因為我們是黃昏才來 所以大家呢 就是比較 人比較少了 那在這之前呢 要爬山之前 當然呢 先逛逛街 最喜歡買小農了 有夠青的有沒有 價錢就是漂亮 150耶 這麼多耶 這秋葵最顧味了 我很喜歡吃 再來這是什麼 都很漂亮耶 好 逛完之後呢 要面對了 我們去爬山幫大家 看看美麗的風景 走囉 大坑步道呢 其實有分了12條 不同的路線 從悠閒的親子板 到高手的好漢坡 我們今天要挑戰的就是 9-1號路線 一直接這個紅色9號 再來接一個紫色6號 好 那我們準備開始挑戰啦 出發 大家不要放棄喔 全部都要上來喔 Go喔 快點快跟上我的腳步喔 三十分鐘小心天黑喔 欸欸欸 妳怎麼留在那 快點啦 走啦 快到了是不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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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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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剛剛好 還沒有太陽下山 可以整個俯瞰 北屯區的風景 然後我覺得爬山就是這樣子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會覺得很艱辛 但是上來之後呢 真的是會讓你立刻感覺到甜美的果實 還是很值得啦 欣賞美景吧 然後綠油油一片 放鬆一下身心 多好啊 多好啊 哇 哈囉妳好 我想要點餐 我們有鳳梨跟鮮草還有紅豆都很多賣 每一碗都有芋圓跟斑鼠圓 是我們的招牌 那我要仙草 OK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芋頭是芋泥喔 是 仙草5號就有搭配芋頭了 芋頭是大甲芋頭嗎 是 珍珠 仙草 還有仙草 然後上面再放地瓜圓 對 地瓜圓和芋圓 底下就是葡萄冰 然後還有淋黑糖 那妳可以送我一匙紅豆嗎 沒問題啊 好 謝謝 人不要臉就是這樣子 你看人家凹了一匙紅豆 謝謝 謝謝 爬完山 消暑就是要來一碗冰 聽說這裡的芋圓跟番薯圓一絕 芋圓呢就是用我們大甲芋頭 然後另外這個番薯圓呢 是大杜山的紅番薯 所以也是那種很蜜很甜 天氣 芋圓 好Q喔 裡面還是要有一點芋頭刷刷 中間還是比較紮實的 所以這個這個好吃 而且它的甜很不膩 再來 番薯圓 炭烤地瓜 包在瓦吉裡面的感覺 再來我一定要吃芋泥啊 大甲芋頭為什麼好吃 它其實裡面的纖維比較少 所以它很適合做甜品 來 來喔 來喔 芋泥控必收 有一點黏黏的 顆粒夠 然後呢 甜度剛好的那種芋泥 就是這個 而且不會很甜耶 它芋頭顆粒很大 不是只是這樣子 泥沙般的口感 你如果爬完山下來 必須吃超解暑的 我喜歡 今天呢 我們在洲際棒球場 把北屯玩了一遍 如果呢 你來看棒球的時候 只是待一下下 那實在是太不划算了啦 一定要待個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 給它走透透玩透透 待久一點就知道 台中有多好玩 記得要來台中的時候 看棒球順便 好好的玩一圈喔